要求就说,再牛的滑板高手遇到小老外耍滑板时,那都要甘板下风 乔,为了让滑板的速度提高,印度小哥直接在滑板底下沾了烟花炮仗 甚至还不忘倒上一瓶汽油 紧接着点燃底部的烟花炮仗,扑丝火就燃烧起来了 但是咋地还不充射呢,话还没完全说出口呢 滑板底部就窜得冒起了大火 还有我去,还好,印度小哥反应及时跑得快 要不然以后就要和轮椅度日了 烟花炮仗不行,于是又换了一个想法 可乐和曼多斯会产生喷射反应,那它们是否能帮助滑板加速 抓起一瓶可乐,随后把制作好的曼多斯机关放进可乐里 将可乐曼多斯喷射器固定在滑板上后 3,2,1,猛的一扯绳子,曼多斯可乐见面了 大量的液体喷射出来,紧接着让小老外高兴到失控的事 滑板居然真的充射出去了 意外的成功经验让小老外越战越勇 再次拿了一个滑板,随后在滑板底部套上了一圈泡沫 哎哟,难道今天是坦克滑板? 只见小老外又把启动装置固定在滑板上 甚至还为滑板打造了一个发射口 按下开关键,玩具子弹疯狂射出 摆在面前的杯子堡垒都被击倒了 哈哈,果然论脑洞还是老外们最牛 视频素材来一网龙,我们下期再见